香港是一個華洋集處的社會 小小地方有不同的種族人士住 當中有很多人都是對香港有傑出貢獻 重視香港為家 香港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 同同屬英聯邦的印度交流頻繁 不少人從印度來到香港做生意 家道理家族當年就是從印度越洋來香港 但是他們不是印度人 而是世界上最懂得做生意的猶太人 早上原居於現今的伊拉克 香港達約有1萬個猶太人 以百多年前就已經在香港建立事業的 家道理家族最為顯赫 這個家族曾經是香港首富 控制中華電力和香港上海大酒店集團等企業 大家可能會問 原居於伊拉克的猶太人為何會來到香港呢 那就要由19世紀講起了 清朝末年香港剛剛開埠幾十年 1888年的時候 家道理家族的長兄 就從巴格達徐東印度公司去到中國經商 當時在家鄉一貧如洗的埃利加道理 和爸爸去到上海投靠表親沙孫 埃利加道理 最先只是沙孫陽行在寧波商行的書記員 工資只有37奧比 當時的匯率是多少呢就不知了 但就可以告訴你 現在37奧比相等於港幣的6.4 聰明勤力的埃利很快就得到上司上飾 升為主管 上任之後不久 凌波爆發了一場瘟疫 情況非常危急 為了保障員工身體健康 他未得上司的同意 就拿了倉庫的一桶消毒劑 因而受到上司的嚴厲批評 埃利提出抗辯 竟然就被人炒了魷魚 這件事令到埃利納致要去到香港 自創一片新天地 於是一年之後他就轉戰香港 他回到香港 他已經有一個兄弟 在這裡 我相信是一個第一位 去投放四人 他被開放五人 去鎖埃鎬 然後在行馬鎬 衝划 去賽車 打批評 但這件事 我實在無法理想 憑著向哥哥借來的幾百元 開來開始艱辛的創業之路 他首先是做獨立的股票經紀 以猶太人特有的聰明勤分 他很快就儲得資本 創辦了香港第一間經紀行 當時香港還未有股票交易所 不經紀行的生意起步之後 家道理的兩個兒子亦都出生了 本來埃利就聽過太太的意見 帶兩個兒子去英國定居 但一年後 在香港打理生意的總經理投資失敗 埃利就只好回來香港 這個時候他就決定要投資實業 達入二十世紀 電力發展似乎充滿前景 可約上海等國際大都會 率先於十九世紀末 建立起第一批電廠 就連鄰近香港的廣州 都有了發電機組 而廣州的電廠 正正就是中華電力的前身 一開始的時候 廣州電廠的發展並不好 年年虧損 1908年埃利以十萬元 入股當時極需要資金的中華電力 不止後嘉道里家族不斷增持中電的股份 以至得到控股權 愛利的兒子羅蘭氏 未夠二十歲就加入中電了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 即是剛剛結束 全球經濟重新起步 要發展經濟就需要有能源 香港很需要有能源 嘉道里家族另一個對香港很有影響的建設 就是建立了香港著名的酒店 半島酒店 這間酒店在1928年開業 都不知接待了幾多個由歐美坐郵輪來香港的遊客 遊客可以由天星碼頭下船 就可以見到這間附有殖民地建築特色的酒店 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1年12月25日 當時的廣東楊慕琦 乘坐天星小輪 由中環來到尖沙咀 到了半島酒店的336號房 向日軍投降 而半島酒店亦都被日軍佔據 自己的酒店被侵佔 當時的嘉道里家族掌台人羅蘭氏更加接到命令 要炸毀中環電力電廠的發電機 以免落入日軍受眾 要炸毀中環電力電廠的發電機 炸毀中環電力電廠的發電機 以免落入日軍受眾 他其實不是炸毀中環電力電廠 他只是工程師 但他請求 提出必須的命令 炸毀中環電力電廠的發電機 他和香港電力電廠 兩者都被炸毀中環電 香港淪陷嘉道里家族都撤回內地 1945年 日本投降 二戰結束 羅蘭氏才回香港 重鎮他的電力和酒店王國 不過要從上海回香港 一點都不容易 我從上海開始 第一次英國外地 從上海 上海 我來自上海 其實我還進來 我來像油膠 因為他們並不會 帶我像敷衡 坐在公司 坐在公司的報紙 但這次有何 害怕的路 好 反而來香港 一片廢墟的鐘電 沒有令羅蘭氏洩氣 他找回在战事当中行传的中电员工 开始了重建的工作 留在上海打理生意的弟弟何李氏 因为中国内战局势失控 亦在1950年回到来香港 因为他是英国国民 日文投降以后就高兴的情绪 然后他们就想在上海恢复出生意 没想到中国要爆发内战 那么后来他决定中国转移 一开始并不是因为共产党 内战16年中国又打起来 打起来怎么做争议 所以他们基本上还是退回到香港 加道里和其他社会的友谈 始终把香港和上海 作为一个叫double basis 双基地 内地打起来了形势不好了 他们退缩上香港 内地形势好的时候又进到上海 现在内地形势比较好了 Michael又到上海来建一个office 中国人时都说 富不过三代 这句话似乎不适合用来形容加道里家族 这个犹太家族一直在香港十大富豪之列 能够打破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相信和家族中各人的定位很清楚 各司其职有很大的关系 罗兰氏和弟弟何李氏 喜好和专注点都很不同 对于香港六一辈的新界人来说 何李氏这个大名可以说是无人不晓 加道里是想帮人解决的生物 是养几只猪 政府农场有协助 加道里的技术 加道里是出钱 帮那样的生物 他大量送猪给人养的 当年加道里 他觉得很奇怪 他自己不熟猪肉 又送猪给人养 年过九十的梁迹 一九五零年从东莞来到香港 投靠在加道里家中 做保姆的姑妈 得到何李氏的资助 在屯门安顿下来 在一九五一年 他又创建了加道里农业辅助会 即是今日的加道里农场的前身 当年加道里农业辅助会 他说整个新界 都是辅助别人 是养猪 我们这个第七组 就是排到第七位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加道里 每个人就给四只猪 我这里就起到六只猪 在何李氏的帮助之下 两只猪篮非常成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香港经济蓬勃的时候 他成为了新界数一数二的猪龙 这一天他回到已经荒废的猪场 感慨万分 新界人已经不再养猪 他的子女又不愿意继承 他只好交出猪场的牌 在屯门的猪场 兴建了一间酒楼 和几栋别墅 生活非常负足 他不望回报 这个很真 他这么帮人不望回报 只有做 他有大筆钱 又挂楼 他都不知多安慰 我看他的精神很安慰 有一单车 他在田波车 拆了一条 有一单车去攻册 去揭册 去看人家 晚上 有时我就拿一支电筒 跟他去访问人 帮人那些 你怎样 好不好啊 我当他皇帝的了 加道里家族仍然继续投入发展农场 回归之前 香港有不少尼泊尔籍的士兵 赫里士特别安排农业课程给他们 训练士兵退役之后的谋生技能 赫里士的晚年行动不变 仍然去到尼泊尔 受到极高的崇敬 加道里家族三代以香港为家 对香港有着不同的贡献 香港对于加道里家族来说 早已经是家族了 那些外国人亦都是一样 就算97年前香港出现移民潮 他们都一样坚守留在香港 他们对香港的感情 为何会那么深厚呢 下一节再看 五光十色的香港夜景 繁忙的商业区 在我们的眼中 这些可能不算是什么 但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 这一个个景象就充满着吸引力 甚至令到他们放弃自己的家乡 长住在这里 97回归之前 很多香港人选择离开 而他 香港几十万个外籍人士 当中的其中一个 从来都没想过要走 将近90岁的瑞士人高琪 1956年29岁的时候 来到香港发展 出任半岛酒店的总经理 来到香港的那一刻 他见到的是香港的活力 无限的机遇 之后就与香港结下不解之缘 我认为这是第一次爱 因为我幸运到 来到一个美丽的日子 美丽的冬天 1月1日1956年 全都显得很明显 当我看到酒店 我跟酒店之间 就感到舒服 我做了一个大错误 我没有学习 韩语或韩语 当我一回来 我当时不知 我当时就会 我一直留在这一刻 我每天都在这一刻 我会永久留在这一刻 但我可以告诉你 那一刻 当我来到这一刻 在1956年 大雨1日1956年 我一时尽过香港 我突然爱到香港 我最爱的时候 我最爱看 第一次从船部 进入海湖 然后 driving到城 然後最後花了第一天在岸上 我愛它 我認識 如果全部都很好 我會留在這裡 以前大多數著名的酒店 都是集中在中環那一邊 由加杜利家族成立的半島酒店 就選擇了九龍半島 就是看中了當年在對面的 九龍火車總站和天星碼頭 香港當時的政局 生活環境都不是那麼完善的 六十年代製水 酒店怎樣可以保持一流的服務 令到高崎好煩惱 我們可以稍微賺一點 我們建造一些小型的瓶 我們有瓶的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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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我們有水 我們可以收拾它 我們可以至少 提供客人 一小時的水 每天 我們後來也有 買了一瓶水 的瓶水 一瓶水 的瓶水 進入水 水 那些幫助我們 很多 都可以收拾水 而歐美客人 是半島酒店 當時的主要客員 這本半島酒店 著名法國餐廳 吉地市的餐牌 在封面 有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設售 很多遊客一見到 都很喜歡 要買走它 當時就成為二十元 是一替餐牌 最貴的牛樓 只需要二十一元 對於高琦來說 營運半島酒店 除了用盡心思外 還給了它 不少快樂的回憶 在中國的新年 他們會營業 小賣場 他們會有小賣場 在那裡 那裡 那裡有很多年紀 但是 1959 突然 當時 警察聽到 他們回來了 當然 我去到那裡 放了幾個錢 在一桌子桌上 或是一扇子桌上 是一個喜愛的家 大家知道 那些工資 都沒有在哪裡 不需要走到去 新地區 他們只能到1飛行 到家中 隨著九龍的發展 半島酒店 不再是獨市生意 越來越多酒店 進駐尖沙咀 挑戰半島酒店 這是我的大問題 因为我们认识,新的新酒店会提升 但是,我认识的服务 我们有很专业的工作人员 我们有很专业的工作人员 在我们的餐厅 Gadis是最好的餐厅的餐厅 高奇以瑞士人的管理才华 成功打造半岛酒店 成为全香港以至全亚洲数一数二的知名酒店 这份成功感令到他更加喜欢在香港的生活 当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很多外国人,不可以说是讲英文的人 都好像高人一等一样 但高奇说,与华人相处之道是互相尊重 我说这个专业的信心 因为我认识了中国人 我认识了中国人 因为他们的质量 我看到的努力 我看到的努力 我认识了 也认识了 而香港为家几十年 高奇对于中国传统虽然未至于有深入的了解 但是他说已经接受了 再接受的可以说是中国的美食 高奇说刚刚来到香港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不惯 唯有的食物就令到他赞叹不已 尤其是中国人经常用到所有东西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 不少香港人买上寻找机会 高奇都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北京的建国酒店 初时是由一个美国的酒店集团营运 但中美两国当时关系相对紧张 建国酒店后来就邀请了高奇来到北京 将在香港经营半岛酒店的经验带上去 你能看到有没有服务的文化 唯有唯一酒店 为外国旅客是北京酒店 那里不是北京酒店 你只是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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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那里 在那里 他们想要北京的食物 或中国的食物 如果你想要北京的食物 他们会向北京的食物 在那里 所有人都吃了 北京的食物 是同样的 没有服务 中国人给予了 中国人给予了 中国人的政府 想要 我们建议 一个酒店 像是在香港 北京的工作 这一切令到高奇 对香港 也对中国的感情 越来越深厚 他坦然 就算九七张志 很多香港人都打算移民 他都没有打算离开 他有之后 他甚至去到中国行战 在香港这么多年 经历了多少风浪 高奇说 不能够生于香港 只望继续留在香港 享受餘下的时间 因为香港对于他来说 仍然是当年 一见钟情的地方 我为了我 是自由的 是非常自由的地方 你能做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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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付出很多钱 你能付出很多钱 你能付出 你能付出 如果能务力 你能做到很好的生活 作为香港人的你 有多爱香港这个地方 高奇对于香港的贡献 除了建立了一家著名的酒店之外 还有他对香港的一份爱 任命华是土生土长在香港接受教育的科学家 他最深研究化学 凭着毅力和专注 研发出一种会发光的化学液体 環保省电之外 又可以吸收和储存太阳能 长远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 任命华今年 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方法世界结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被公认为女性诺贝尔奖 地位崇高 请留意下一集的香港白人